陷入五連敗低潮 而且排名已經掉到爆米花 下季棒球聯盟車尾的國家儲蓄 碰上排名做四望三想想第二的起立珊瑚 雖然一局的下半國訓先持得臉 但一分的臉先對於打擊近況超夯的起立珊瑚來說 根本是小case 因為珊瑚大軍保握住三局上半兩處局之後的攻勢 一三雷有人的機會 一三棒的羅國林 事實地敲出左外野平非安打 送回三雷上的王品棋沒有問題 而這個時候狀況來了 國訓的左外野手郭福林在處理球的時候辣了一下 所以原本在一壘上的超級快腿 駐歌 林柱 掛起POWER踩下TURBO 腳踩瘋火輪連拼三個雷包回到本壘 這次安打價值連城幫助起立珊瑚反超比數來到2比1 而這一分的差距 起立珊瑚覺得不夠 所以六局的上半要來追加保險分 帶頭搶分的是今天三個打數超出兩隻安打的移動項 兩樣出局一二雷有人的時候 貢獻了這隻中外野的40安打 送回二壘上的陳映浩攻下第四分 而下一棒的林柱要繼續建功 補刀 這隻中外野的安打 幫助起立珊瑚擴大比數來到5比2 獲得三分領先 而比賽的後半段 起立珊瑚真的是打上贏 繼續在Lucky7的上半段展示打擊火力 這回建功的是第七棒的陳映浩 在一出局二三雷有人的情況下 這個中外野的飛球 結果歐巴形成了一個深遠的長打 八壘上的兩名跑者通通清光 領先優勢擴大到7比2的同時 自己則是乘船上了三壘 哇 起立珊瑚這個半局打線不手軟 靠著三隻長打外加國訓投手盤亭鋒的爆頭 是進仗了3分 接著又在八角的上半天得2分 中場奇立珊瑚就在打擊火力發揮的情況下 以10比3大勝國訓送給國訓隊6連敗 白題新聞中的報導